不知為何 最近身邊有好幾個朋友 有幾個我認識的人 他們都不是很快樂 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 錯了 他們全部都是做的職業 是收入都不錯的 但我認識的朋友之中 有眼科醫生 有飛機工程師 有會計師 然後有一個是電器行 電器批發商的第二代 即是小太子或太子爺 跟他們說說近況 他們都不是開心的 剛才說的眼科醫生 他告訴我 他最近一年前買了房子 住得很近家人 應該是一個很開心的東西 今時今日你能夠買到一間不錯的房子 還要是很近家人的 你說多難得 然後他又很喜歡車的 他買了一輛跑車 林寶堅尼 應該很開心 但原來他說不是 為什麼他不開心呢 因為他說他星期一 去到星期一 都是在工作 他很喜歡看電影 但他跟我說 他都不知道有多少年 我會入戲院 他買了一輛跑車 但他完全感受不到太大的快樂 他跟我說 每一個月 只是花響公樓公車還有車位 已經要用十幾萬 大家聽到這個數字 不知道會有什麼感覺 十幾萬支出 還未算給家人的錢 給他女朋友家人的錢 但他說他不開心 我問他為什麼你要這麼忙呢 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只要你的月入 去到某個數字 就會很開心 我曾經都自己會這樣覺得 但原來不是 我想香港呢 有不少人 收入很好 但他們不是很快樂 他工作似乎沒有那麼忙 早上六點起床 然後去到下午五點半下班 然後開車 接他太太 然後回家 但他的問題就是 生活很沽躁 就是 星期一至五重複做這件事 然後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 要跟女兒去對功課 回到女兒的時間 是 由那一刻開始 去到睡覺 都是回到女兒的 跟女兒對功課 跟女兒講故事 她的女兒只不過是 幼稚園的K3 或者K2 但是已經要 不知道要懂些什麼 幾深的英文 一些可能我都不懂的英文字 星期一至五做這件事 然後 星期六 不用上班 不代表沒有工作 她就要做司機 她聲稱 請女兒去面試班 去完面試班之後 就要去買叉燒飯 然後又要去買菜 星期日又面試班 為了什麼呢 聲稱是 入一間 傳統的小學 傳統的名校 即她的另一半 又會覺得 有很多東西是可以促成的 學琴而已 可以促成 學鋼琴 什麼都可以促成 或者不促成 沒有辦法了 你想入到這間學校的話 給了一個 Portfolio 學校看你做過什麼 是多麼荒謬 我想呢 爸爸 一般都是比較 看得開些 不是看得開些 不會覺得 那麼緊張 但是呢 當 另一半 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很有壓力 就是我這個朋友 好 然後有一個是 會計師 會計師 他是在一些 中資機構上班的 我想工種本身 會計其實也是 挺沉悶 我不知道 可能 我記得 我中學有一個同學 很喜歡會計 我想會計對他來說 好像有興趣一樣 他做出來的 他做出來的 答案 解答的問題 比那個先生更厲害 那個先生都說 有不明白 就找這個同學 這樣 有這些人 但是我朋友 他就不是了 他對著一大堆 很沽躁的數字 然後有很多 是 就是 不屬於他份內 做的事情 但是上頭推下來 就是 對我來說 我想像不到 就是我拉小提琴 我想像不到 如果有個指揮 跟我說 葉四喜 不如你去玩Tuber 這樣 是啊 這個星期 那個Concert 你出的了 Tuber 我想像不到 但是 我想有很多行業 都是 你要做完這一份 他就說 沒得選擇 然後工時很長 很多時候都加班 他想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 他說沒時間 另外 第四位朋友 他是批發商的兒子 第二代 你想到 他的生意 是他自己有份 應該很開心 但是他所說 又是很沽躁 又是為了一些女 又是要做這些 要怎樣去參加什麼班 為什麼這麼多人 做這件事 大人已經 你們口中 迫不得已 什麼江湖 什麼不由己 你已經在做一個齒輪了 我不知道你有多願意做這個齒輪 但是你已經在做這個齒輪 為什麼 你會覺得 你的下一代 非做齒輪不可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做一個很開心的齒輪 我樂於做一個齒輪 沒有問題 但很明顯你不是 很明顯你子女的眼神 他不是很喜歡做這件事 為什麼他還要做呢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是沒得選擇呢 為什麼大家都說 我的生日願望 就是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類似 都是認為健康和快樂是最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做的事 又跟他們所想的事 是相反的呢 是180度相反的 當你這麼忙的時候 你對身體如何好呢 你又對自己的精神是如何好呢 你如何令自己開心呢 我不是告訴別人 我好厲害 或者我是專家 但是 如果你問我的話 快樂 小小的快樂 是從哪裏來的呢 就是自由 你做到 你喜歡做的事 或者有些事可以 大致上按你的做法去做 你有小小時間 OK 不是小小 不是半個小時 可能真的 可能真的可以放假 一天放假的 只要你做到這件事 其實你已經開心了 你已經是對自己好一點了 即是人生 壯年的時候 有多長呢 眨眼又說40 然後再眨眼又50 再眨眼又退休了 那為何不做一些 不多做一些 是令自己開心的事呢 為何你們只懂得說 我想開心 但跟著又說 哪有這麼簡單 為何你要給自己這麼多藉口 你為了誰呢 你為了誰呢 如果你 不對你好 不對你自己好 難道你以為 你那個可愛的上司 他會對你好嗎 他對你好最多就是 他給你錢 但他要你做回三倍 四倍的事 對不起 雖然是 很顯錢的道理 但如果你不對你自己好 是不會有人對你好的 你不想自己 你不想辦法去令自己開心 是不會有人去跟你這樣做的 親人可能很體貼的 他們會這樣 但是 你跟你相處的人不會的 難道 例如我 一些在學校的 樂器班 我的上頭 我的上司 他會在想 葉兆熹也很辛苦 如果那些學生不配合 我都應該要維護葉兆熹的權益 難道他會這樣想嗎 他當然不會 他當然會覺得 最好 學生家長和葉兆熹 兩個打架 我就坐在上面等收錢 那如果 你不喜歡 如果我不喜歡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 不合理的話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不教 我不需要去 我不需要去做些什麼 對不起 你的方針和我的理念 是越走越遠了 我對 你錯 你就找別人 一定會有不開心的 一定會有不開心 你不要以為 你盡量去配合 你的上司 他們會很感激你 他們會很尊重你 我想大多數都沒有 大多數都不會 大多數都不會 那你要對自己好 你要對自己好 如果不是怎麼辦 你得到什麼 你又沒有快樂 你沒有快樂 那你想怎樣 那我可能是勁食 我或者是買很多跑車 或者我不知做什麼 不斷喝酒 快樂又沒有 沒有快樂 又沒有健康 沒有健康 那還怎樣 那你 唉 是否真的沒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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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會沒得選 有大把遭遇 比你更慘的 他們都是這樣站起來 做人 我好像很老套 我都不是很大年紀的人 但我在說這件事 真的要堅強 你要對自己好 你在不損害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你要對自己好 因為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不會有人 去做這件事 想想怎樣令自己開心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過分的要求 開心不一定要找一千萬 一億美金連身 不是這件事 Bill Gates 你以為他很開心 他剛好 他做了這麼多 傷天害你的事 他又跟他的太太離婚了 絕對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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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步步 可能你覺得 業主你講就容易 但一步步 給自己一點點時間 給自己一點點自由 放自己 半天假 即如果你跟我說 半天假都不行 你沒有自由的話 你是不會有時間去想 你喜歡做什麼 不要讓自己變為一個齒輪 真正樂於做齒輪的人是很少 不要讓自己做一個齒輪 是沒有意思的 也不是那麼多公司 或者上司 是值得你 義無反顧 就做一個齒輪 安心做一個齒輪 我相信 人人都會有些事情 他自己是想做的 人人都會有一點點理想 你不給自己時間 你怎麼知道 那件事是什麼呢 你不要再跟我說 什麼理由 不是理由來的 是藉口來的 我已經有一間學校 我沒有教了 我沒有想過收不收入 我只是覺得 當沒有意思的時候 我突然醒來 我是不是真的不假 沒有了這份工作不好 不會 我沒有了這份工作 我會生活不行嗎 不會 你真的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尤其是在今時今日 即是連旅行都不能去 連戲院都沒有時間去的話 那你還不對自己好一點 你要懂得對自己好 你才會對身邊的人好 或者身邊的人看到 你很愛惜自己 他才會有信心 你會愛惜他 我想是這樣 那些真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你的親人 他一定想你開心 我有好幾位學生 他們都是有類似的情況 都不是很開心 我雖然跟他們 不是一個親人的關係 但是我也很想他們開心 我很想他們做到一點 做到一些他喜歡做的事情 未必跟錢有關 我很希望他們好 我不希望他們給自己藉口 我不希望他們覺得自己沒得選 人人都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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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